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毛小孩的放电小天地 台中市厚礼环保公园因为临近动物之家 为了让毛小孩能够跟民众来培养感情 特别就在公园内打造宠物友善专区 会由志工跟任养人带着浪浪来前往 不仅毛小孩能够自意的奔跑散心 也能让民众更认识他们 而毛孩任养也翻倍成长 一个飞越边境牧羊犬跳起来叼起飞盘 更有得勾勾成双成对开心的奔跑者 在这厚礼环保公园宽敞舒适的绿地当中 成了这群毛小孩与民众培养感情的新基地 在这边设置的宠物专区呢 刚好可以让我们动保处 在动物之家的收容动物 有机会呢 透过资深的志工还有员工 在休息放风的时候 可以带出来溜一溜 那这边的空间环境 腹地也很大 所以民众使用的几率也渐渐的提升 那加上这里的那个草皮铺设 以及环境的一个空旷度 那很多大型狗或是比较 家中比较大型的狗狗 都会带过来这边做放风 围起来的毛孩原地 干净的草坪可以尽情享受奔跑的快乐 面积大约五公顷的厚礼环保公园 因临近动物之家 也让狗狗们有了放松的地方 而这里的宠物园区去年新建完成 目前使用率相当高 不仅民众会带着宠物来这里跑跑步 动物之家的狗狗们 也会由志工陪同着任养人一起到园区 培养感情 认识他们 因为住附近啦 所以每天基本上只要能来 有时间都会带过来让狗狗跑跑跳跳 最主要是那个场地真的非常大 那大狗狗跑起来就是非常的开心这样 有了毛小孩能活动的地方 不仅让彼此的感情升温 更能带动一旁动物之家的收养率 让老老们能够尽快可以有个温暖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